大家好 今年冬天 过年 听说是 广东最冷的一年了 在 家里面烧柴火取暖 看一下啊 这个火烧起来不错吧 你看 烧的这种是这种芦苇 芦苇干 就是我们这里 旁边这里 长了一些杂 野生的一些芦苇干 前一段时间把它砍了 然后就 晒干了 现在把它拿来烧了 好暖啊 我这个炉子145块钱 看看 上面可以烧水 还有个圆通 圆通就直接通到这个窗外面去 圆通有3米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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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家里没事做 又有点冷 今天温度是室外是10度啊 10度的话 在广东的话还算是有点冷了 现在是下午1点1点半这样子 外面外面又有点想吃风的感觉 你看上面的树 有点风哦 外面搭了个帐篷 帐篷的后面是一个最老式的中天房车 有空的话我把那个中国厂的最老式的房车拍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啊 无聊 我要添点柴了 好像没柴了 你看这个芦苇 芦苇叶子 这个水差不多烧的有点热了 等一下拿来泡脚啊 没事干 没事干 添一点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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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又有点才泡脚 广东最冷的一个冬天 听到这个火苗屁啪啦的烧的 心里真是暖和啊 让它自己烧吧 演的差不多了 哎刚刚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我公司不做了之后 有一些货放在那个农场里面 听那个阿婆说 有人已经把他那个门打开 把那个窗打开 偷走了一些 东西散落一地 叫我马上过去看一下 哎 这个一开年的 既然还有人偷东西 刚才这个 日子难过啊 这些人啊 好了 等一下开始泡脚了 好烫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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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烫了 很冷冬天 烫一下手 烫一下脚 真是挺好的 哇 烫了 好就刚刚加了一点水 没那么烫 没那么烫了 好 开始泡脚了啊 哇好舒服啊 哇 手脚一起泡 好暖啊 哇 一定泡一下还是不错的 大自然的热链啊 想一下就是有点神奇 这肯定是太阳 太阳给给植物的能量 哇哦 现在能量转移到水里面去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烫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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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烫啊